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比较恰当 也不算平的高也差不多就是了 第二个三十年呢 我觉得起评分就应该在九十分 就是我可以找出一些理由说起评分就是九十分 那么起评分都可以起到九十分 如果走错了 那肯定就不及格 就出大事了 我就是这样想 我本来就去年写了 后来我就懒得写了 后来因为出版社不出 我就说你不出我就不写了 后来很多人说你写完 说你说这个 他说这个 前三十年啊 说很多都可以解释 就这个事是个硬伤 假如真饿死了三千万到七千万 这个事交代不了 都可以解释 你等于共产党是个反人类 有反人类罪的一个组织 我说呢 我待会儿讲的时候 我想把他叫他说你这个事太重要 你可以解释 我可以简单介绍介绍 大致的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我今天就 就是开始讲这个东西 是吧 可以不可以 第一个我先讲一讲 这一个 怎么看待这一个 实际上我讲的不仅是 共产党的前九十年 而是也可以说 整个中华民族 这九十年的 就前九十年的 这个发展过程 如何从一个虚拥的 被压迫的 落后的一个状态 走到现在 是吧 这样一个过程 当然包括 其中很重要是包括 这些共产党领导的 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我讲的呢 我一般不会局限在某个事情上 我会站在比较大的背景上 来说这个事 是吧 这个第一个三十年的我觉得不用太说了 因为基本上现在无论左右啊什么 除了极少数人 像马力成说的等于是共产党不如国民党 国民党不如这个 这个圆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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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世凯 不如慈禧太后 不会有太多疑 包括 现在的主流知识分子 除了极少数的 会说这个图本 就有几个也是比较著名的 当然现在在这一个学术界还是主流的学术界 比方说这一个秦辉啊 王什么 就是北道历史系的嘛 还有几个黄东世道的杨 杨徽松 那几个教授 他也在质疑这个图感 就是说土地改革呢 说土地集中 解放前的中国的土地集中程度 没有说的那么高 国学率也没那么高 这个图 这个不是四六开 就是农民 农民和地主 不是五五开 而是三七开 就是农民 地主只能拿到百分之三 这个农民拿到百分之七十 但是他也没有什么证据 就是 这个都是推测 一些好像这个 这个都把这个当 把现在的皇室而 看成当年的皇室 也就是说现在欠账的 这个这个 现在的这个欠账的人力还 说成这个 认为当年解放前那个店户们 也和现在的这个 债务人一样的这个不讲理 其实不是这回事 其实很多记载都可以说清楚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国民 你从国民党到共产党的 减租 减租 是吧 三七五减租就不要做了 是吧 本来就是 就是这一开 你还减什么减 是吧 减的还比 本来还三七呢 还减到三七五 这都是说不清的事 是吧 你说国民党也有那么多 国民党也有那么多农业专家 也曾经考察农村 他还从本来的地主只得了 百分之三十 现在要进行减足减息 结果减到三七五 因为三七五实际上是 国民党政府替的 国民党的这个 所以也都是 现在对这些 就是像 像我们这样的年龄的人 从来都没在旧社会 这就呆过 这样回过头说那些人 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那些 人好像都 不懂历史 是真是觉得 让人觉得很有意思 这些都是 博士生导师专家 但是我觉得这个 就是起码是在做询问上 非常不严肃 其实这个 其实我的感觉啊 这些年啊 因为我是说 说透了 我实际上没学什么 我既不是学经济的 也不是学政治的 我不学 没有这个 专业学过什么 但是我呢 喜欢 思考这些事 另外我以前在政府的 经济研究部门 在河南省发展业中心 后来在 体验所 就是那个 就陈寅思那个体验所 还来做过一些研究 研究工作吧 起码我有个比较 比较严谨或者科学的 或者实事求是的一种态度 但我发现现在的 这些主流的这些学者 基本上由于这个没有对手 因为没有反面意见可以说 所以基本上就可以完全 胡说八道 就是一点逻辑也不假 随意编造事实 或者只选用他需要的事实 这样的风起也很坏 但是很多人呢 因为不了解整体情况呢 他会 人家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其实是没道理的 我都 现在要再让我写 批判他们的文章 也给我懒得写了 因为确实是 太滥脏了 那个东西 是吧 我就继续讲 就是说实际上 当时这个中国的情况 实际上是 从1840年以后啊 中国发现自己 这一个 就是这种社会经济形态 是有问题的 首先 起码要做到独立自主 要强大起来 要有自己的工业 要实现工业化 是吧 要做到独立自主 要实行民主 要解决一些这一个 障碍现代化的 比方说这个 要做到人 耕着有气田 那这样一个 这个 这实际上不光是 不仅仅是 共产党的认识 包括 包括很大一批 中国的 这个一个 人人志士 包括国民党 也是这样认识 是吧 就是这个 你看孙中山提的 这些 结局资本啊 根本人有气田啊 第一层啊 大家会所说的 这些道理啊 实际上也都是一致的 但是后来蒋介石 是不这样做是真的 但是对多数知识文字来讲 你包括 那就是这个 解放战争时期的 这些 中国的这些民族党派和知识文字 都是这样的 有愿望 那么可以这样说 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呢 实际上是共产党 是吧 他真正做到了 做使民族 最后 使中国民族得到的 就是这个 呃 独立 是 是这个共产党实现的 呃 昨天 前天 前天 前天这个 他们开了一个会 就是主流的 开了一个会 包括胡 胡 胡 胡什么 胡耀发生叫什么 胡耀平 胡耀平主持 把这些什么 马历成啊 杨继生啊 呃 这一个 高尚全等等 拍了一次会 拍了一次会以后 那个 因为那个 张沐生也去了 其实他们都是批判张沐生的 然后那个张沐生 他就给 张沐生说 就是他就说 说这个共产党啊 说1945年 的时候啊 就是 因为张沐生讲啊 就是个 这个民族独立 是共产党最后实现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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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历成就说不是 说1945年 中国就取得联合国地位啊 所有的不停等条约等于都废除了 还 比如说国民党完成了 怎么是共产党完成了 这一个 呃 当然 那个谁 张沐生马上就说 亚尔塔会议 你看 亚尔塔会议就是 美国和苏联直解中国的一个 一个 一个这样一个 就是给中国强加的不平等条约的一个新不平等条约 不平等条约 是吧 这件事谁去解决呢 是不是 共产党解决的 是吧 当然不是一天解决的 不是说49年就解决了 逐步给他 这件最后实现完全的独立自主 这是还是共产党解决的 所以这样一个 就是 这是一个 所以为什么咱们打95分呢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他就是 彻底动摇了 这几千年的这样一个 几千年的这样一个 就是这个 这样一个农村的这样一种生产关系 是吧 做到 嗯 跟着有七天 这因为古代虽然跟着有七天 但是他可能逐渐会被集中 是吧 集中成少数人战友和 就是小小生产嘛 无事不喝 不产生自分主义 必然会 形成一些地主和 品种 但是共产党的公共基地化 用的这些方法呢 使这个 不再产生这样的 土地集中化 像大量农民没班 过的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状态 所以因此呢 说打95分啊 是完全是可以的 但是可以 还有一 我今天讲的会就是这样讲的 我会讲啊 这个时期所完成的 完成的目标 必须是下一时期 归下一时期的 这个 中国 中华民族 取得快速发展的一个 奠定一个条件 如果不能是 为下一步发展奠定的条件 前面 你说的再好 是你自己的判断 你 我喜欢这样 我喜欢社会主义 我喜欢这样 我喜欢那样 这样不管用 管用的是 假如下一个阶段 需要什么样一种 社会 经济 文化状态 你构成了这样一个状态 而且这个状态 能使这个 中国 发展的更好 更快 那么这是最重要 是吧 我还不是说 简单的 从一个 什么主义最好 什么主义不好 交换来说 我说是这个道理 那么结果 我为什么前面应该当95分啊 甚至我可以这样说 这个时期能够完 给下一个时期准备好 这么一个发展条件的 不光是共产党 还包括国民党 当然国民党呢 做的事呢 不见得是 是为了全民族做的 但是它毕竟做了一件事 就是什么呢 就是二战以后 大量的 原来的殖民地 半殖民地 国家独立 是吧 这些 就是形成了一大批的 所谓落后国家 或者是后工业化国家 后起工业化国家 就这些国家 要 要 迅速实现现现代化 这里面包括一个 就是工业化 迅速完成工业化 第二个 迅速完成整个农村的现代化 因为假如农村还是 虽然有比较大的工业 但是农村处于很原始的状态 那这样也不是个现代化的设备 是吧 就是我不说别的 就是起码这两点 是全民的 是整个大家的工智 是吧 那么这样做呢 实际上 这实际上有几个选择 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啊 什么样的方式会发展的最快 这已经不 当然后 这里面牵涉两个 一个是理论问题 一个是实践问题 就是实践结果是哪一种最快 第二个是发展方式 哪一个最快 显然有两 就是这个 这个时候 这个 按这个 后来的西方 经济学家 就是一种发展经济学 他提到 这个后期工业化 或者落后国家 有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叫做 低水平均衡陷阱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些农业国的积累率都很低 积累率很低呢 就很难用这个积累的钱去 因为农业的积累很低 很难去搞工业 那工业呢 由于工业比重扩大卖 这个积累率就更低 它是个恶性的这样一个 低水平的循环 那么实际上 你要突破这件事 其实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吸引外资 就是外国资本投进去 工业 产业资本投进去 你的工业一块 工业一块就加了 另外一个就是 强行的自己积累 就是自己提高积累率 减低消费率 你看啊 只要提高积累率 就会缩小消费率 就是说 换句话说 就是勒紧扩腰带搞建设 就是个概念 是吧 你只要说我提高 你不可能两得 你只要提高积累率 就必然是 它是百分之百的 一个比例关系 所以呢 当时的 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积累率 都在百分之十左右 甚至百分之十以下 中国当时也很低 就是百分之十左右 这个一般来讲 能够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才能使工业化比较快 这时候实际上大国 咱不说小国 因为小国很难讲 是吧 你像印度给中国是最好比的 就是印度这样一个大国 1950年前后 和中国的经济状况差不多 比中国略好 资源条件各方面 比中国略好 环境条件 是吧 它不是 它起码没有美国逼着它 是吧 所以这个苏联对它的援助更大 它的人均耕地更多 这个各种资源都不比中国差 当时的工业水平和就是 这个人文发展指数 人文发展指数 的综合指标 包括交易啊 人均寿命啊等等 一大堆这些指标 比中国还偏高 那么你比一比这个 它就选择了一个 就是一般的那种 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式 因为当时是没有外国投资的 有一点也很少 就是都是政府间投资 比方说 苏联政府直接给印度一些钱 投资了 是吧 那政府贷款形势 那么呢 中国也是给它这些东西 但是中国后来 我看这个六几年的时候计算 说六几年的这个人民日报 计算这个当时这个 苏联给印度的这些工业投资啊 等等这些东西啊 比中国多 除此之外 还有很重要 印度还同时从美国拿了和苏联差不多的这些东西 但是这个比重还是占经济的比重还是不足 就是说你这些钱都是还的 这个积累率等于是先给了你 然后再说还 它其实还是一个必须迫使你提高积累率的一个过程 它不像改革开放以后就要直接投资 直接都是外国老板进来投的钱 是吧 它不是说你财政需要还这个老板投的钱 这是两个概念 当时没有直接投资 我看这个中央党校的王寨元还写了一个说 突然共产党走错了 我们当时一个改革开放的 就是当时有一个开放的快车 中国就是上车上晚的 我说的都胡说八道 你算一算五零年的时候有没有 这个这些投资 对不发达国家的这些投资 没有 这些投资都是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才开始 此前没有 再早就是殖民地投资 就是一八九零年到一九一零年前后 确实有一批投资 那都是 都是对殖民地的矿山和农场的投资 从而没有这样的一把投资 只有后来的人 所以当时就是另外一个选择就是 苏联 就是斯大林的选择和 中共的选择 就是选择了 计划经济 高气磊 国家控制整个经济活动 然后后来 这样提高记者就在实现公演化 那这两条路的结果现在看来 显然是中国和苏联走的这条路 比这一个 比这一个 印度和其他发展的大国走的路走的好 是吧 你像巴西啊 墨西哥啊 阿根廷啊 也走了这样 也 他不是走这样的 他是靠外 大量的政府贷款 最后形成债务危机 金融危机 最后也走了 中国是自己积累的 是吧 所以现在很多人说 当年 哎呀 当年多 生活条件多差呀 怎么怎么样 这些后辈们 说前一辈 说他们的父兄们 竟然勒着扩腰带啊 他现在说勒扩腰带的事 你想 他就是 整个民族都选择勒着扩腰带 包括知识分子 我在看香港 香港 就是 凤凰 凤凰网的一篇 很长的一篇 批判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里面 说到说到这些事 说到知识分子有什么 多大意见 但是他都引述的一些资料 我看了 当时我们讲到天津大学 教授说啊 现在的生活没有解放点好 那完全可能 因为这个殖民地的经济的特点 就是少数精英啊 他会给你非常高的公民 是吧 你拿五百块大洋 别人拿一百大洋 比现在差距大多了 这个 但是他都还说啊 但是 这都是为了国家建设 整 其他老百姓这样 共产党的干部也这样 所以没有意见 就是他起码把这些话 他录了起码两段 这样高级知识分子的话 就是可以向着全民世界上 对这些没有在意的事 你现在再去说 当时很 当时穿布票很少 是吧 火柴年还是共计 那就是要共计 那就是为了加快 所以中国呢 就利用了这样一个条件 实现了一个建设到 七十年代已经建设了一个 顽 部内齐全的工业体系 而且 中国在五五年五六年的积累率 就达到三十 一直到这样 印度 至今 至今 就是大概九几年积累率 才超过二十五 就是 它的消费率还怎么高 因为印度人是天天把这东西都吃了 中国人带着飘腰袋 到底人带着飘腰袋 搞的工业 如果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好呢 还是就是混到现在 印度的工业体系也建立不起来呢 好 显然是 这种选择是对的 那么这样一个选择的条件 其实 我就讲一点 其实都是 可以这样说 因为你要搞计划经济 你要搞计划经济 你必须是国有化 就是国有化是搞计划经济的前提 因为所谓市场经济就是 资源是靠市场价值规则配置的 这叫市场经济 这个计划经济的 资源是由人来配置的 这是计划经济 那么资源要是个人的 你国家怎么配置的 你必须主要的产业的 进现在产业的资产 只有是国有的 才可能去计划经济去配置 如果大部分是 像现在不可能搞计划经济 就是 国有经济只占百 工业上只占百分之二十八九 还每年少一个一点六百分之一 其他的都是私企和外企 你怎么可能计划经济 是吧 你不无法去做自我 那么实际上 中国五六年的社会制改造 很轻松的完成 就是你看 从此合影是很轻松的 虽然也发生了一点 一些局部的 比方说资本家上调 这样少数的事 大一般来讲是很平稳的 你想假如当时的私有经济 占百分之七十 公有经济占百分之三十的话 那么五六年的社会这个改造 恐怕得动刀枪才行 你想 而且他让你搞不成你就搞不成 当然你要是站大头你就搞成 那这是谁给的呢 原格来讲这是蒋介石 留下的 不是共产党 这个中国的 这个 中国的这个国营经济 或者叫官营经济吧 实际上从 从这个 从娘务运动就开始搞 当然当时是局部搞 就是有些地方大人搞的 中央没搞 嗯 这些东西后来留下来哈 因为当时的有些铁路啊什么 也是国家投资的 都是孙人干的 因为孙人当时没有钱 资本没有做得到 但是到二零 一九二零年的时候 私有资本大概和官营资本大概是四比一 这有一个资料 我因为我 我到底多少数我也知道 但是我好像记不太了 没有 没有 你拿计算机我没有 就是 四比一大概百分之 不说外资啊 就是 官营和私营 官营是一 私营是四 这 一直到了 这是哪年 这一九二零年 二零年 到一九三五年前后 当时日本把东北占 就扣持东北 扣除 这中部的外资 基本上是一比三 就是 官营资本占百分之二十五 民营资本占 就是民主资本加占百分之七十五 这样的 抗战发生了重大改革变化 抗战 这个日本人把东南沿海这块一战的大 只有六百家企业西签 但是签子都不全啊 他生产力不可能完全牵过来 而且蒋介石呢 当时颁布了一个战时什么什么条例 要求一些命外产业都要在这儿 还要 他要 他要 他要官员参加 这个时候 留在 跑到西边这一部分呢 最后变成 他只在四比六 就是西边这一块是四比六 就是西边这一块是四比六 就是跑到 跑到这个 那那那那那那那 后方 大后方那是四比六 剩下这一块 关键是日本采取的一个 必须强制特色 就是日资要站到 在长江一南要站到 五十四十九 中方站五十一 长江一北站到 日方站五十一 中方 就起码五十一 中方是四十九 就这样的比例 搞 这搞下来 关键蒋介石一下山不认 全部日为资产 不分青红皂白 全部日为资产 你看那 好多这个记载人都是 是吧 杰手大爷 都说是汉奸的 你说 你说你为了 不说自己是汉奸 捐了都 给了就给了 是吧 那上面写的那个 都不讲 那上面写的那些事 确实都是这样 他们都过有话 这样你到一九四十六年 官营资本占了百分之七十五 私人占了二十 这个大乏 一解放 共产党一接收官僚资本 叫做四大家族财产和官僚资本 一接收 近现代产业的百分之七十五 已经国有化了 所以它实际上 这样一个基础实际上是 是日本人加蒋介石给奠定了 就是已经完成了国有助 尤其是第一个五年计划 开始到五六年的时候 已经上了一些项目 这些项目都是投了国有的 都是国有的 所以这个时候 国营经济大概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私营经济只剩一点 确实是个资本主义小语 所以它后来进行社会的改造 完成了一条 所以我说 就是说 就当时这样一个 一个条件 说实话 确实是给共产党提供的 这样一个机会 比如有人说 中国是学苏联不搞了经浪经济 你们就不想 你国家就进行了产业的百分之七十五 就是你管的的 都是你的名义上就属于 你说你要管这么大一摊子 你没个计划的那些 你肯定得采取个计划方式来调配这 全国百分之七十五 当然已经百分之八十五的资源了 今天的事 你没计划 你不搞计划经济 也得搞计划经济 你要搞市场经济 你都要把这些东西卖 卖了谁 私有资本买不起 那像九八年九七年九八年 三个大俩 找的送给私人老板 民主党派也不愿意 你信不信 你要是五零年 你说送了 把这些东西给资本家了 你说的 我估计那几个民主党派 这都闹事啊 是吧 你凭什么给这私人呢 国家都写些冰的餐产 那比你劲还大 是吧 所以这实际上 逼到公开党 谁又搞计划经济 是吧 所以而且走的 我估计是错的 对 实际上 这一段 就总体来讲 确实是一个是工业化 工业产 增加值 工业产值的比重 后来算增加值 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后来倒算出来 也一直在四十以上 七十年代就过四十 一直是四十以上 印度 一九九年工业第一次超过农业 中国是一九五六年 它是一九五九年 一九九年 工业产值才超过农业 印度 中国一九五六年 工业产值超过农业 从此就永远超过农业 你说的是哪些体制好 我觉得还是这个 就说起码在历史的重大选择中间 选择的是个正确的方向 是吧 另外一个就是农村的彻底的 彻底的现代化 这个农民呢 你比一比印度的农民都知道 这个农村这种社会和习惯 你要把它动员起来 是很难的 你现在看看墨西哥 看看 就是这样的农村 墨西哥现在还有 还有这个解放区 根据地理 割去一块地理 印度现在也有 印度的解放区还很大的 在好多地方自己收税 都是都是 是吧 它这个 因为它这个传统社会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意识很强 它就有 它的这个 这种关系能够存在 说中国就很难 你中国基本上 是这个这个 这个整个动员起来的 很难成就是农村的医疗 农民的现代化意识 尤其是农民的教育 就是文化教育 达到非常高的时间 1978年 中国的初中入学率是88% 就是施令入学的初中入学88% 这个时期 韩国大概是比较快 百分之五十几 印度就是百分之二十几 印度 巴西 阿根廷 这个虽然现代化进度很快 但是它的农村 就是整个的 整个的 我说这个88 因为它是 可以你认为 城市比较 占百分之二十 那么实际上农村达到多少呢 那88减百分之二十 等于是农村达到百分之六十 初中入学率 是吧 可它的百分之二十 二十五 如果控除了百分之二十的城市 它农村 只有百分之六 它低了很 就中国实际上 因为 当时的城 就是说你扣除城市的话 就是都是很高 中国实际上非常高的 一个农村的这样的教育 那么它就给这个中国提供了这样一个非常多 就是一大批 受过非常良好教育的 初中以上无法出入的一些 年轻人 和一个完整 部队完整 完整的工业体系 所以 因此我说 这一个时期 就从大的方面 起平就得九十分 对中华民族来讲 重要一件事 那我待会再说 为什么这一件 说是重要的 我说是两个方面 不是说 你认为好的就好 你还得为下一段的发展提供条件 恰好是后边必须 需要用的东西 你都准备好 这才叫 你做得好 我接着先往后说 中间再说几个问题 就是这三十年 我估计我大概再说几个问题 那么 这个时期呢 那么很多人 包括我在文有之间 或者是和其他大学网 和一些同学 同学已经讨论了 他们都对改革开放啊 包括这三十年啊 有非常大的看法 认为做的 简直是倒退 简直是资本主义复辟或者什么 我觉得这些东西说都可以 你要从主义上说 确实是资本主义复辟 可以说一大堆这个 要比 拿池子比照 你会比照一堆结果 但是我 我再说一点 就是说实际上 到了1980年前 我们说分三个三十年吧 就是说 二一年 比方说五一年 五一年 为什么算五一年呢 因为这个五一年 这个朝铁战争才 基本不打完了 土地改革结束 就是那个时期的革命任务才完成 是吧 就是一个独立的 一个国家 这个当时的革命任务完成 西藏和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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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全境处放 先让这个土地改革都完成 然后后面呢 为什么到八一年呢 因为八二年 八二年 八二年 这个联想通报在文治才完成 八二年底才基本完成 所以算了八一年还 此前的体制是 大致的 经济体制是一致的 到了 就是我说一个 什么一个情况 就是说实际上 中国确实现在的 发展这些 这些年发展 尤其是九十年代近以来啊 经济发展确实是很快的 而且中国现在 形成了一个 非常大的制造业能力 世界第一大的制造业能力 就是民品的制造 中国已经是第一大的 前一阵 这个 那个谁 以前给我发了一个 说你 你来拼拼的蛋糕 我就拼蛋糕 我就写 我就写 会算数 为什么因为我是以前是 搞经济 发展研究中心 搞实证经济研究的 我 我不读理论 所以我对这个 连接的数据 我是熟的很 然后我就算 我算 先算这个蛋糕有多大 我一算 我自己下一条 因为你又不能算 人均GDP GDP的东西输了 大家都不觉得有用 是吧 凭什么咱们理个发 理得 理得那么好 还洗头 还按摩 才十块钱 英国就十英万 就等于一百块钱 还吃剃 连头都不洗 你说那剃得好 还是剃得快 还剃得也不快 剃得又不好 这些东西 比不清的事 要比就比实在 最后我就说 咱比这个实际的物质财数 是吧 比人均钢铁 我说 你记好了 人均啊 我按13.4亿人来算 比发达国家 比 发达国家的全部 你比出这一大串啊 就能找到的数据来比啊 你所有的项目 除了飞机和汽车 人均低于 低于西方国家 游单飞机没造是吧 汽车呢 也也不太多 汽车主要 中国的市场还不行 是吧 那也不错 要说生产能力 你说要造到 人均第一 也没地儿停车主要是吧 就是这个 人均这些数据啊 基本上大 绝大部分都直接第一 甚至是 中国生产的世界 一半一半的高 生产了百分之五十多的水泥 就是 一大堆东西都是 这样 都是最最高的 还不都是粗 这个 所以我说的是粗钢 但是中国呢 除了少数钢以外 多数钢材都是很好的 不是呢 都是 说呢 大连钢铁那种钢 都是很好的 都是 都是出口国外的钢 因为中国 六万一吨的 生产量是自己用不了的 很多都出口的 所以实际上 确实形成了非常强的 强大的生产力 那么怎么形成 实际上 中国主要是 利用了 就是世界经济 发生了一次 比较大的 现在大家都比较清楚 我其实很早就说这个事 我那个说 我就说 05年 04年 05年 我就说了这样一个道理 就是世界这种一个 就是自从美人 脱离黄金以后 使得这种虚拟经济状态 这一个大西方 产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就像 产业资本 就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它自己逐渐 从产业资本 走向商业资本 最后走向金融资本 主要靠这个以前生钱来 来过日子 来生钱 来活 赚钱都是用钱来赚的钱 不用生产赚钱 那么这样就给90年 80年代后 尤其是90年代以后 提供 就是给发展中国家 提供的一个机会 就是说 它有大量的世界 每年有几千亿的 产业资本 带着技术 虽然不是核心技术 但是它一般技术都带着 技术装备要投到 发展中国家 而且是不让你贷款 放在你家 那么这样实际上是一次机会 当然我都见到那个 那个 海北大学那个学生就会 说假如咱们还选择计划 经济不一样 走到现在 不搞 给他们这样搞 都不见得 你看我也算过嘛 我是说当时的钢的增长速度 我说你别看改革开放以后 这个增长都很快 你看钢六万一吨 这个毛泽东 1070都 腰都冷舌了 还冷不到 这边上一万一吨 你可以嘲笑当时 我说你 我说你别这样笑 你算一算 我说我全算了 所有的农产品 主要农产品 和主要工业品 你来个算 算一九 如果你昨天一九四九年算得不好 你说五二年算 这五二年才恢复嘛 五二年算到七九年 然后你从七九年算到零九年 年均占农亚历 除了水产品以外 水果和水产品 农业就这两项 工业一样都没有 全都是前三十年速度快 后三十年速度快 就年均增长率 是吧 干一切不见得说明 我得因为有人就说 那你还不如搞 还不 还搞计划经济 就这样 我说这个时期不一样 起步时期可能增长快 随便一弄就增长好 后边你想保持高中长很难 后来网上还有人说 你 你成天说计划经济那时期增长了 其实很好 其实很早 不是崩溃的边缘 发展的速度比现在还快 你是不是说 搞 改革开放不好 现在搞的不好 我说你看 你别让我上当 我说 我说这就像你现在吃牛排 吃得很香 你说 你骂你妈 你说你小时候生下来 你不叫吃奶 啊 不叫我吃牛排 这不对 是吧 小时候生下来得该吃奶吃奶 现在你吃才能 现在你就不能吃奶吃牛排 你不能因为现在吃饭吃个香 就说你妈生下来你不让你 让你吃奶不对 但是你也不能说我吃奶 我吃奶的时候是吧 我生下来六斤 吃奶吃了半年都涨到十五斤 是吧 增长速度多快些 后来我算是 涨到三十斤的时候 就花了四五岁才涨到三十斤 因此我应该天天吃奶 我说这个不对 该吃饭要得吃饭 是吧 我讲为什么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时候前好有这样一个 西方产业资本转移的这样一个条件 你说中国要还是不要 我说我当然问他 他说不要也可以做 我说是不要可以做 不要印度就要了 如果今天你一睁眼发现印度比中国的工业化成的 技术先进的产业资本 你谁谁监 谁能监 中国监 中国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 体制好 人家本身就改革开放 你无非市场经济 对外开放 这一点其他国家本来就是 那么为什么西方会眷顾中国呢 中国是共产党 资本家喜欢共产党也不是吗 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 因为这次转移是制造业的转移 制造业转移需要这个目标国 必须是有一个完备的工业体系 我不能建个服务机场到你那儿 我还得建电厂 还得揪路 这个模具坏了 得回去做 电机坏了 得拿回锅修理 你这啥也干不了 所以你必须有个完备的工业体系 是吧 从能源交通 这所有的制造业 装备业都差不多才行 是吧 不能我全盘端过来 是吧 只用你的劳动力 这是第一 第二 制造业的转移和 我刚才说的第一次的那个直接投资 就是当时的自19世纪末 20世纪初那次直接投资 投的是矿产和农业 种植 就是农业 那是为了掠夺这个殖民地的资源 它需要的劳动力是文盲 矿工可以是文盲 种地的可以是文盲 但是制造业的工人 必须有初中以上文化成本 只有中国提供了这么大一批 有初中以上文化成本的价格低廉的劳动力 因此 第一 它比的人就少 第二 它受过教育的人就少得多 因此中国是一个最好的 这个产业资本转的最好的目标国 所以中国 有一年 零几年的时候 中国的产业资本 中国就是外商职业投资 一般都是投给美国 因为它都是 投美国不是投项 都是投的投资收购 就是 职业投资包括收购 在西方国家 所谓的职业投资很大 都是收购 然后在发展的国家 才是把产业资本的 就是这个产业带过去 那么中国始终排第一 而且有一年比美国 加上美国虚头的 收购了自己中国 排它都没有中国高 所以中国大量在那个时期 吸收了 把一些比较现代的工业装备 吸引进来 所以使中国现在的制造也能力 非常大 所以这样一个情况 你知道你别小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很重要 这个制造 当年英国称霸世界 不仅是别的不重要 它制造也不重要 后来美国 后来在这个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英国 美国就成了世界制造业 第一大的国家 但是金融中心 还在英国在伦敦呢 就是虚拟资产 商业资本 英国第一大 实体资本 美国第一大 最后是一个 最后美国 所以实体经济的 制造业的 规模 大小 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立国的 在这个时期立国的根本 所以你 确实中国在短短的这 这九十年竟然从一个 那么中国当时 到抗战时期 中国的钢产量是日本的十分之一 日本是美国的十分之一 你看那个当时 那谁他说 打不过美国 说美国的钢产量是咱们的十倍 十倍 是吧 中国 日本是中国的十倍 现在中国是印度 美国的六倍 是吧 你说这个 这样的情况实际上是一个好事 那么这个是谁奠定的 是 是那个 解放后呢 第二个三十年奠定的这样一个条件 因此 你无论如何得给这三十年起平个九十分吧 是吧 你想你 你从当时来讲和最 和现在的走的路来讲 离开那九十分 你你怎么打分后面 你怎么走 是吧 如果不是这样 如果当时中国走的是印度的路 那么这一次的世界经济的这次变化 就会给了印度 绝对不会比中国 印度 是吧 人家民族体制 人家都说英语 你说凭什么给你 给中国 凭什么都跑中国 原因很简单 就是中国的 现代化程度很高 是吧 中国的农村 基本上都现代化 就是说 你到印度看看 你就知道这两边的农民 都不是一样的农民 是吧 中国的农民 尤其的文化革命 就是那时候 前几十年 你说的什么事 国家大事 都差不多知道 小广国 天天在圈里面 我知青吧 我知道 哇哇叫啊 什么事都知道 是吧 从一点不知道 最后我刚下江的时候 还是 那盛产队长也是胡说八道 我来说 开门讲 哎呀 这个昨天那时候 我是六八年下下 六九年的时候 正宝岛的时候 我说 哎呀江是 前几年 哎呀 那苏联的原子弹打过来 嘆 落到 落到哪儿了 然后咱们一下子 就扔起十个 五天 一天 这都被他听了 眼了瞪之 哈哈哈哈 别人当然也是 就是他起码这些事 他都在说这些事 是吧 你现在印度人 会知道这些事 知道也不知道 所以他这个 不大一样 所以我说这个 所以我说这个 这其实有几个问题 我现在管和他说 其实这个 很多人对这个 前三十年 就是第二 三十年 有很多意见 其中最大的问题 实际上是一大批 知识分子 有一点 是吧 这是主要的 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呢 和他们的子女呢 这些都是 知识分子的子女 忘了知识分子 是吧 包括这些人啊 包括干部子弟啊 最后现在 主流呢 这些 主流的 也都是 这些人组成的 包括报刊啊 主流杂志 媒体啊 基本上这些 编辑们呢 主编们呢 包括这些 基本上都是一个态度 就是对 对前三十年 否定是个主流意见 不是说 我很有 我很有体会 我很多大学同学 包括我家 我哥 我姐 我走到哪儿都是 你反正我碰到 是吧 和赞同我的意见的人很少 都觉得我 神经病 是吧 基本上就是个 很难 就是 很多人在做思想工作 就觉得我那人 我变成这个样 是吧 所有的便宜 都是改个开放给你的 是吧 没改个开放 你妈你家 你妈还是用派的 什么什么一大没事 虽然如此 这是个东西 为什么呢 其实 其实 我 我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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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三件事 我说一说 应该是反右 反右现在 知识分子是最 最导火的一件事 确实反右里扩大化 但是 这个 一般就说 这个 反右啊 是毛泽东 戳尔反尔搞阴谋 把赢 知识分子上高 我就给他们讲 我说 你想一想 咱们客观的看 我说 这一个 从解放战争时候 是吧 民主党派 反 内战反饥饿 包括这些大学教授们 都参加这个运动 主要也是想 中国 这 尽快实现独立自主 是吧 实现一个 一个 一个 建成一个富钱国家 尽速实现工业化 有一个好的民主气氛 我说 你们说 是不是 都是这样 当时 知识分子这样说 共产党也这样认为 觉得这些人啊 起码在方向上 这个方向是一致 他不可能 有别的想法 他这个想法 总是该有 现在 我说你现在 包括李瑞也包括这些人 也都说一点 就是说五六年前后啊 是中国 政治气氛上 各方面最好的事情 是 确实是 是吧 五六年实现了 初步工业化 是工业第一次抄法农业 第一个五年计划 已经开始建了 就是到五七年 就是本来五八年完成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 五七年 提 提年一年完成 就是到五七年 五七年初啊 是吧 经济形势非常好 这一个 气氛也非常好 五六年中央开了一个 知识分子工作会 所以毛泽东在 在会上 对那些干部们 有些干部说 没有没有这些知识分子 我们照样 我们打得下天下 也智得了天下 毛泽东批判他们说 没有知识分子不行啊 在这怎么怎么样 讲了一大堆 这个会议 出了三个文件 一个知识分子入党的文件 就是加快知识分子入党 一个是落实知识分子的 科研条件 研究条件 一个是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 三个文件 就是五六年就落实 就开始 改善知识分子这些 一些状态 而且当时的 就是我看了知识分子 对勒紧铺腰带 搞建设也是同意的 对不对 没 不该有 就是说总体来讲 这也是 假如你去具体问一个 就是教授 你说你现在生活有千万千万没有 没有 你现在是不是很有意见 他会想想 没意见 一定这样说 是吧 他起码他说是会这样说吧 没有人说 还没有人说不行啊 这个时候 共产党觉得这个 自己出官家主义了 需要找人 要克服这个事 光自己不行 还要 让党 其他人帮助 而且觉得你 你 你这个知识分子啊 和这个民主党派啊 互相监督嘛 你们应该是 就有文化最睿智的人 你们提的建议 可能是 帮助共产党改正 这些问题是最有 最有效的一些东西 王总肯定期盼的是这个 如果你 他不愿意说 他肯定还都愿你说 是不是这样一个过程 结果你一张嘴说 你下台我上台 你说共产党怎么想 是谁出尔反尔 你十几年 说了那些话 今天都不算 你说要建设一个工业国 建设一个民主气氛 我 你还说 解放一解放 你民主党派开个会说 咱们解散嘛 咱们这个反激恶 反内战的目标已经实现 共产党领党 领党不错 民主党派开会说解散 周恩来给毛泽东 一回报毛泽东说不行 长期共存不相监督 留下来 是吧 你不都一直说这些 这就是要干这些事吗 现在我干得好好的 你说我下台 你上台 什么意思 出尔反尔 搞阴谋 是吧 究竟你是自己变态了 还是什么回事 前十几年说的话都不算 我这个时候 只要谁谁下一条 我就要你给人做生意 你们俩哥伙做生意 钱都还都你出 你们俩哥伙说 咱们最后 今年那计划 挣一百万 你说挣不了了 挣一百万 挣一百万再来对半分 你说啊可以 你还不出力都是我干 最后挣了二百万 我问你 怎么样 你说你别干了 我干了 你说我怎么想 我肯定不给你割火钱 这百分之百的一个结果 将心比心 谁出尔反尔 所以你说后来 确实是少数知识分子 拖累了非常多的 这个知识分子 这倒是有道理 但是你不能说 这个大的方面 让共产党觉得 知识分子啊 确实存在资产阶级右派 这是 这是对的一种判断 如果后来造成中国的 政治气氛不正常 学术气氛不正常 是知识分子搞阴谋搞出来的 与共产党没关系 共产党只能这样做 只能让你夹着尾巴 别的没办法 如果你 本来共产党希望出来 让你提一点 你提的很好的意愿 出来个龙 结果你出来个虫 是吧 所以你 他没办法 所以只有打下去 这样才造成中国 中国后来的不正常气氛 不是共产党的责任 你说共产党怎么办 共产党说那好 那我下来吧 你干嘛 这事不能干 全国人民不答应 所以这事我觉得 他得这么 就是你放在历史上看 才知道 才能说清楚到底 谁出了犯 不是说这一会儿 谁出了犯 你放在历史上 这几十年你谁出了犯 你本来怎么说的 现在怎么说的 就让我们家党右派的很多 这是我爸也不 当然都是一波 这都是属于冤枉的 这我爸根本连冤枉都不是 那就不是 根本就轮不住打他 不知道怎么打 别拖累了 拖累了 这我爸还不是知识文字 就他也讲 他也算是问题 这是一个事 今天我简单讲一讲那个事 我讲完这个事再讲最后 讲这个 为什么还有 最后三十年 就是第四个三十年 就是第四个三十年 决定了三十年 到底是对 打几分的问题 关于这个 戴爱敬和 三年灾亡灾害 就是过 湖南时期 形成这个 大量的饥荒 死人这件事 这个事呢 一般都认为 一个概念判断 就是 首先这是两个事 一个是 什么造成的 这个事 是吧 什么造成 首先我说一点 确实出现过 比较严重的 因饥饿而死亡 我说因饥饿而死亡 包括饿死 和 因饥饿害病 病死 因饥饿造成疾病 病死 这都叫 因饥饿死亡 我说这个 这个概念实际上是 世界两种组织的一个概念 因为叫 非正常死亡 汽车撞死 就叫非正常死 是吧 在公安系统上 什么叫非正常死亡 波罗阔 跳龙石 也死的 自杀的 所有事都非正常死亡 这非常大死亡 比不准确 应该叫做 因饥饿而死亡 这个确实情况 这个确实情况也比较严重 第一个是有多严重 到底是不是三千万到七千万 还是受到一个亿了 这样一个数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 怎么造成的 一般都认为 大业禁造成了 大业禁和人民工程制度造成了死亡 那这等于是说三面红旗造成了 就是三面红旗这样一种 或者人民工程的体制 必然会导致死亡 这个说法是包括杨继生的那个 他的那个墓碑啊 和这个 中国有一个 就后来 他跑来的现在 亚航那个叫什么 林一峰 林一峰 他写的东西 都是说制度造成死亡 就是说究竟是 社会主义制度 必然造成死亡 还是 别的原因造成死亡 这个 这两件事都要搞起 大家还应该搞 第三件事就是说 死亡这些 因极恶死亡 放在世界背景和中国的历史背景上 来看待 你现在让一堆天天忙着减肥的人说 饿死这件事 他天子都毛不耸 对吧 你要让非洲人说饿死人这件事 他觉得有人饿死 他觉得心很多 你叫了一个正减肥的一个小 一个女孩说 以前饿死过人啊 你想他觉得这个事不可思议 所以就 你放在一个背景上来看待这些事 首先说这个 人数 这个现在 如果今天早上说 当时二世上说 饿死没钱啊 实际上你仔细看看那句原话不是这样子 当时二世上说 这个 这个 呃 就是造成 呃 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 然后接着一句才说是 呃 一千万 首先你们假定都是饿死的 除此呢 本来应该增加了一千万 增加了一千万也没有了 说的也是饿死的 是不是 那就是两千万 所以他 他实际上这一句话呢 他没敢说 因为他不知道到底 四方多少人 因为没有这样的数据 其他数据 你看到所有的这些数据都是推算的 我首先我这里面不介绍他们怎么推算 我先只能说一点 基本上全是 不是科研方式得来的 要么是编造出去 要么人为的加出去 减出去 不管我认为是什么样子 或者我只信哪个数 我不信哪个数 哪个数一定不对 这个数就一定不对 是吧 后面用个不等式 得出等式 就是有些数算起来是个不等式 是个不等式 他用不等式推出等式的数据 这他数据上也做不到 尤其蒋正华那个 蒋正华是全国 他是西安大学人口 中国英国人口 说了说的 他写的在78年来写过一个 说的几千 推上死亡一千七百万 他这个东西 就是我 我现在正和这个 这个数学上的一个 波导 就是比我还大 他那次就在北大 他就做个讲 就讲了蒋正华这个东西 然后讲全球数学上 说几个模型 这几个模型 是错的 就是不是数学模型 胡推的数学模型 而且我完全只说他的 因为蒋正华 他也是一堆数学模型 不计谁也看不懂 这和多得的什么 中国科技进步一等点 就是这个东西 他那个本身就是基金 他那个项目 立项本身就是国家 国家报的基金 国家报的基金嘛 还是获一等奖 你说这个人也看不懂 这些公式都是错的 他说我给你举个简单的 比方说你看这一点 我也看不懂 他说这个结果 就将个给复数开平化 复数开平化 这数是不能有的 是个虚数 没有 诸学生都知道 复数不能有的 这个就是诸学不学虚数 所以他说是 他说多了这些东西 就是一大堆 这个数学模型 都不对 因为这些都是数学转家 当时有 说那事呢 他是一个 还有山西大学 两个数学教授 他是山西省 数学学会的会长 都是 都是 博士生 都是老 眼里大了 就是那些模型都错 就根本就不是数学 他说不懂数学 不要说其中别的东西 包括国外的人 大多数基本上 就是说假如你 我要去批判 我都不详细 假如你批判 我说他们说的是不对 我可以很简单的 无可辨国的指出 他们要么是事实不对 要么是逻辑不对 要么选用的公式不对 就是可以说完 就是这都是硬上 这都是研究的硬上 是吧 所以是不会 比较很容易说 现在关键是你如何推测 我简单说一说 因为这样说起来很复杂 大致是什么情况 就是 就是中国统计年 它给了两个统计数据 人口方面 一个叫年末人数 这是一列 49年 50年 这是每年年末人数 一个是每年的出生率 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 这又是一列 这是两列数据 这两列数据呢 是两张表 都是国家统计局根据公安部给的 因为国家统计局自己没统计 国家统计局除了组织这个 在83年以前 它除了组织这个 人口补充以外 它不做 这些数都是关乎化的 那么这两个数实际上对不住 就是说 从 从道理上讲 比方说 1960年的新增人口 新增人口 应该是 59年的人口 年末人口 减60年的年末人口 等于60年竞争人口 这个数是负一千万 那么 这一年的数还可以等于什么呢 就让它的公式算是 59年年末加60年年末 乘以 自然增长率 是吧 就是 加了数二就是年终人口 也就是 它给了个年终人口 就是上年年末人口 加今年年末人口 除月二等于年终人口 年终人口 成为自然增长率等于 或者略等于 这个 略等于 这个 就是 今年新增人口 今年新增人口 今年新增多少呢 就是年终人口 成为自然增长率 得出那个人口 应该等于 上年人口 年末人口 减去今年年末人口 应该相等 是吧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不等 不等 不等 不是一点不等 不是不等了 偏差个几万 十几万 不是这样 是偏差几百万 如果按这个算的话 人口减少多少呢 减少了三百零五万 而不是一千万 不是这个数 而且不仅如此 而从五四年开始 每年都不一样 每年你用这个增长率 算的人数 和这个数 每年都不一样 在六零年以前 五九年开始 一直到五四年 都是什么呢 都是这一个 自然增长率的年末人数 比这一个数 每年多几百万 累计多了一千六百多万 就是今年多几百万 明年多几百万 老是多几百万 多几百万 多几百万 多了一千六百万 到六零年以后呢 拍一下子又少了七百万 你看 就是六百九十万 然后又几百万 几百万少 它形成了一个 这样一个 东西 最后到1983年 平了 大头平 是这样一个 这个期间 出现了非常大的摆动 现在就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这是个不等式 就是说 上年年末人口 本年年末人口 不等于 年终人口 乘以自然增长率 所以我现在去说 你们算错了 我只用说 这是个不等式 是吧 你们就不能算 你会 假如你这样算 我可以举分 如果你这样算 你会发现 会出现非常奇怪的现象 比方你这样算 算这一年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一年的出生率 这么高啊 出生率达到百分之十亿 这中国一半 只有一半人会生啊 是吧 只有女的才会生啊 女的中小孩 老婆不会生 算在中间的人 人人都砍个蛋 反正 他才能升得这么高 你会发现 是不对吧 就是说 你可以找出绝对 你这样算是不对的数 对吧 他本身因为不等式 本身就不能算 所以这很容易 就说他们是错的 那么接着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是哪一列数是准的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偏差 问公安部 公安部也不 问李承瑞 李承瑞也不说 说公安部报告 问公安部 公安部也说 不知道 我们几十年来都对这个事 搞不清楚 李承瑞是国家统计局的局长 就是 问这个数数的局长 这个事被一个 不搞人口的人解决了 就是 孙锦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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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教授 他实际上等于是什么呀 我简单说一下 你脑子里我说卖的 等于是什么呢 就是新增人口 今年新增人口 应该等于什么呢 应该等于自然增长率 那对 对总习全国来讲 是等于 呃 这一个 自然增长率 呃 年中人口乘以自然增长率 对吧 今年新增人口 但是对他的子系统来讲 比方对农村来讲 就不是这样算了 农村是 呃 年中人口成为自然增长率 这是自然增长率 再加上迁入人口 减去迁入人口 对不对 加上城市迁 呃 迁入城市迁农村的 再减去农村迁城市的 这才相当 这是两个子系统 就是这个总系统 这两个子系统 子系统构成这个总系统 那么这个子系统呢 中间呢 应该得到一个 年 呃 但是出国的很少 就是偏差应该在几万范围内 结果 好险不适 后来再去余那个曲线 你把这些数都算完以后 这个数有没有呢 恰好是他注意到 我因为我是没注意到 我是承天 在网上看 如果统计年代 那个统计资料 网上那个 他没有此前 他到了95年以前 就没有 95天一天 就一查本 我都懒得翻这个本 他翻 他没这个不会往 他就翻这个本 本上在 八几年以前 有这个城市的自然增长 尼克农村的自然增长 嗯 这样他一下就发现了 他发现这两个数一对啊 他会发现 如果他画两条曲线 比方说这个刚 一个是城市净迁入人口 呃 就是这个 迁入迁出的亏空数 和那个 算的那个数 这样画 这两条曲线基本出合 换句话说 就是说 1960年以前 存在着大量的户籍 漏报 户籍 呃 重报 就是户口重报 因为 实际上年报人户是户口的数 就是户口重报 那么1996年以后 就出现了大量的户籍漏报 就是 没报 是吧 实际上有这么多人 少报了 这才可能解释这样一个数 可是 恰好是非常对的 他又和事实相符 但是 当时 58年才开始 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的管理条例 在此前 那个户口 这农村几千年没户口 他会知道什么叫户口 所以呢 那当时呢 五六年 五五年开始 大量开始建设 大量农民进入城市 迁入的都是 比如说迁入了五千万 今年迁入了六百万 农村的户口只少了 只少了三百万 二百万是 有三百万 没愣上 他等于是什么 走了这五百万 其中三百万的人 他没有把户口消掉 他还留着那个东西 等于是他人已经走了 城市他一入 工业招工一入 他就入户口 他一定得给他入上 因为他要吃粮食 是吧 所以就形成这样一个问题 就越去越动 越去越动 到了六十年 自然灾害 国家大 就是可以对照政策 就是迁入树 这都可以和其他数据对比 然后你看签出树 六零年 一下子六零年到六一年 签出两千万 就是大量下放 很多人走了 其实是没走 你想 六零年农村那么苦 你说我现在这个厂给你 给你 这个厂啊停了 你回家吧 你说回家我回家 很多人不见得回家 你说没两本了 我想办法我也能待着 说不定我 亲戚朋友怎么混就混 反正是 或者回了他也没回 所以农村 他在游荡游荡了几年 以后才落实 他到底在哪 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这样一个情况 因此 首先一点 要计算的话 首先一点 只能是按 这样一个数计算 那么这样的数 会算到多少 大概要会算到 就是 首先就 就这样算 比方说 就是说 他这个所谓 非正常死亡 这样算的 他说 每年的正常死亡数 这有个数 比方说正常死亡 或者正常死亡率 比方说 10.8 千分之10.8 然后这个 你目标时期 他的正常死亡率 他的死亡率 比方说 12.5 13.19 那么 超出部分 叫非正常死亡 也叫超线性死亡 是属于一个 这样一块数 要这样按他这个 就是这 这就是 这就是 这就是杨继常他们提供的算法的话 要这样算的话 大致有 1200万的 超线性死亡 就是 所谓的非正常死亡 要按只 只算到这一步的话 是很强的 这个数对不对呢 不对 因为你会发现那边还有很奇怪的事 比方说 第一个 你会发现在62年63年64年的自然症状 就是自然症状率非常高 这是历史最高的 就是千分之四左右 千分之五 有些地方 千分之六千分之七都有 那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根据记载 当时有大量的妇女得子宫 子宫脱锤 子宫脱锤的主要特点是不会怀疾 他就不会怀疾 而且他恢复很长 他没有什么特效 他就是营养好了以后 肌肉 这个发育好的话 就把子宫提上去 才可能怀孕 62年的小孩 大多数是有一年怀孕 父女怀孕 63年大多是62年 62年时候 这时候生活还很广 农村恢复的还很差 怎么可能这个时候的 这个 这个婴儿出生率 高到那种程度了 它应该比正常年份低 才符合常理 就是说 由于大量妇女不能怀孕 因此在这个时期的出生率 应该低于正常出生率 正常 但是它完全相反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一般最后都是 每一个事儿都要 两个以上的证据才能说 就是你会查到 就是第五次人口普查中间 和第四次人口普查中间 尤其第五次人口普查中间 这个60年出生的人 就是60年出生的人 比这个按出生率计算出来的 60年出生的人 多出77万人 就是说60年出生的人 到了40岁的时候 不仅一个没出国 一个没死 还多出77万人 这不可能 是吧 生起来就是 一个人少 那当时还有多少 那就是它不可能 这么少 应该有 根据其他年份算 它应该有 百分之十的左右的减损率 就是它 别的年份都减损 60年不减损 还多出77万人 怎么可能 所以这都说明一点什么 实际上当时的一些婴儿 没在 就是那些人 这些生都算没有 都算到了后面 这是严重的 是吧 就这些人啊 实际上就是他讨 很简单 比方说引爆 城市走到没走 他最后生了小孩 就落不上不可 逃荒要放逃到别的村 生了个小孩 当时是 我比方说逃荒逃到南洋逃到湖北了 在你家里生个小孩 这个小孩当地也不算 等我回来了 才登记 我登记就登记在当年 只能登记在当年 因为那一年已经过去了 已经报完了 我这个小孩只能是当年出生地 提前一年报不了 是吧 两岁啊 不是提前两岁 他属于当年新增人数 因为 他说 这样你可以造成 你会发现 这有 这有几百万人 这我详细说 这会有几百万这样的人 在五九年和六零年 六零年和六一年 超长的这种 这个六一年也是 六一年的这个年墨人口是九十九 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没死 这也不对 这是什么不对 还有事不对 就是计划生育期间也会 发生比较严重的偏差 就是说 年间上的数据和普查的数据 有非常大的不合理 这都是因为这个 哦 其他原因造成的 是吧 就是这个时候 还有一个很贵 就是说 在 五十年代 的初期 到五八年以前 有大量的死亡漏爆情况 这个在西方的这些专家 你要知道这个问题啊 光是 美国人口学会会打 美国什么什么大学的人口学 叫世界著名人口学家 法国的专家 都写过 关于中国 饿死人这些事 都说了好多啊 这些数据都是有 很多研究报告的 这你都得看啊 你这说 你这说的对不对 是吧 他的依据什么 你都得知道 他们主要是依据说 认为是 我都不讲这么多 都承认当时 有非常强的死亡漏爆 因为死亡漏爆很容易 因为这农民吧 一开始他没有这种 不苦情练 比如说小孩 出生一个月以后 登记 如果小孩生下一个月 得死了 你说这个家长 会不会去登记一次 生育一次死亡 不会登记 当然标文统计 就是说 离开母体的时候 有生命特征 就生命真猴完整的人 这都叫生了 生来以后 没有生命 生命特征不完整 这叫死胎 从此都要生 那么一个小时就死了 这也叫 生了一个死了一个 是吧 这是标准的 这个标准的统计方式 叫死亡 英文死亡率 英文死亡就是 这样算的 要不你怎么算 这农民是不会这样说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当时啊 因为五四年已经开始 计划工业 当时农村也有工业品 包括工业品 在农村已经 五五年五六年 这都是都开始 这东西 所以这个 中老年死了以后 他没有 包括其他这些 户籍登记概念 不重要 所以他不去去 报这个死 这个比例是 应该是 相当大 就是没报 这样他都可以 他都不见了 他家多领啊 起码是可以多 留下一份 这个户票啊 当然是美欧啊 火柴啊 这都有票 但是这些西方国家 这些专家们 估计的都是百分之四十几 我觉得比例太高 太吓人了 那但是百分之十几 还一二十几 为什么呢 一二十都不可能 我说这个情况就是 为什么会这样 还可以从哪儿得到印证呢 就是说你可以统计 其他发展中国家 人口出场 1949年中国死亡率是千分之二十 1957年是千分之十 就是从二十降到十 用了八年时间 印度等等 一大堆东南亚国家 这些发展中国家 比中国情况差不多 没有内乱 没有瘟疫 这样情况下的这些国家 就是二战以后的这些国家 从二十降到十 用了平均大概 少的是二十三四年 多的是三十多年 就是 是中国的三倍到四倍 不可能 虽然中国的农村 农村的现代化做得比较好 但是也主要集体 就是农村的卫生和条件 和教育条件的改善 各方面的条件改善 主要还是集体化以后 集体化以前也不是 农村还比较原始 怎么可能是死亡率这么快 都从二十降到十 这边有死亡路过 所以西方人为什么估计到 估计到百分之四十 还是有 不是说没有道理 你记好 58年开始实行 户口登记条例 59年60 主要是5960 61年三年落实 大量死亡路报 将在这个时期形成 死亡路报 为什么要死亡路报 因为 你记好 因为国家可以不算 你要知道咱们是 户口是两个处 这样对的 一个是你说你村几个人 比方说41个 好 这有41张供应的 供应的 如果你是40个人 这要减一个 就是说 他与这个供应这个 这是公安路人所说的 他都与这个有关 所以你要是 第一是政府要 要有利 促进这个 供应量量 下来去 第二只要你剪个数 我一定会剪你的 供应量 最后的 校正是按这个 最后校正过 这个本的 数呢 才报上去 所以 在落实中 应该出现大量的数 也有几百万 但是前面那个数 可以算 我不说了 就是这样一个数 算完以后 大致应该是多少 应该在三百万到五百万 还是有比较 按理说 你说三百万五百万 不多 不少 说多不多 是吧 说多没有他三千万多 三千万到五千万多 说少也不少 确实是年重 就是那谁说的 恶死一百万 都罪过大 比如说三百万 确实是 那这个情况 我是去实际进行调查 十分之一 相当于现在 通常说的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大致在十分之一 三千万到五千万 这是三百万到五百万吧 这个 我说这个数啊 都是 从几个角度去验证 推算出来的数 是 比方说 他们有的数 从地方上加 地方上加也加不然 你地方上加 你可能加到一个亿 你信不信 那因为这个地方上的数 我 我给地方上摘过 这个数 都是中国人搞运动 前面说你坏 他排一下那数 都打得狠 过两天又说 这个是平息以后的去算 就是你说 他是一个权威机构 一个领导 我来谈 就是说大家都关注这件事 他如果哥哥省报上来是个天大的数字 那是 你看 哥哥省报什么时候数 这个中国的数 他不能混出来 你比方说 他说他去做交代是一百五十万欠仰富 我邻居也都是参加教育 他说他是年轻 他不是领导 他是工作人员 他说是二十九万 因为当时欠仰富 你去报过现在中马店 我当 他说 假说 你怎么办 报的是二十七万 实际上有二十九万 那一百多万怎么 那是要把问题说透 你知道什么 新疆军一贴透 要把数说大 后来这事都过去了 才要落实才说得巧 那到底多少 我跟你讲 你看地方数是没法算 你越往县上 你会发现那县里边那些东西 要在县里边 比方说 黄牌县 是一个1958年 人口是 比方说八十几万 1964年 剩了二十多万 你猜 三六十万 然后是 你要把这个数算 比方说你到1984年 达到二百多二百 你算人均资源增长率百分之十几 每个妇女 你天天扛了肚子生 生到八四年 才有这么多人 这都是 听说你必须把所有的数 都对照的言辞合分 你才知道这个数是真的有 对不对 不可能的数 有些数是不可能的 可是他真是有这数 所以 这个我是 我是比较词 就是一定要 说的 每个数表 和全部数这一套系列 都不出毛病才行 混乱事情 混乱事情 你像天然经常说 哎呀 这个 中国人口增长到六千多万 古代 一家占乱 最后飙到一千多万 两千多万 你自己 这些都有数 因为有些年 在历史上会统计 这一年 正通几年 然后人多少 几千万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你可以发现很很怪的事情 看着下了这么低 站住 下了一千多 然后你一算这个 他下一次统计值得了二十多年 人口翻了两分 你一算人口征表率的百分之二十几 小孩都得生 才能生 才能生那么多 还能天天生 这就不可能了 这里面史记 史记上就是 就是 刘邦跟着谁 道道陈到河北什么地方 说这个地方人这么少 这个什么地方 说这个什么地方 现在有多少人呢 有多少人 那个人说 以前这几万人 现在十剩几千人 刘邦问 为什么人是多亡逆 多亡逆 亡就是跑了 逆就是藏了 人跑了藏了 动乱时期 灾难时期 人跑到乡里了 跑别的地儿了 户口统计和人数是两码事儿 户口统计是官方能找到的这些人 能够进入统计系列的人 和实际的人差别很大 而且在动乱 混乱时期是最难反应实际情况 所以别人认为这个数字有多准 你必须要强证出来 他大致应该是什么情况 你比方说 我前几天我那个不像的信仰 他是新线人 就是新线的信仰 新线比这个光山里带的 而他们参加六个 六个妇女就是从光山来的 桃花来的 就落户到那儿了 起码这六个妇女在 光山肯定被统计被死亡了 跑出去都没回来 把半容卧死了 肯定是这结果 但是你说他 他都在那儿 第九六个 我们 我同学 还有个同学家是 罗山的 罗山给光山也带着 他也是 他那时候 哎 我们村 我就问他 我专门去调查 我要问我同学 我怕有人不说实话 我就说你们村到你们去 实话 说我们村 他真没恶心吧 每个说没恶心都讲了一堆理由 哎呀 那我们村当时有粮食啊 为什么有粮食啊 我下乡也是说 我说咱们村个城的 那时候下乡的时候 当时随便说 我说咱们村个城 我说下哪儿 我说六年恶心呢 六年恶心呢 啊 恶心好多人 我说咱们村个城 咱们村没了 咱们村为什么 咱们村当时有一叫 工作干 我说咱们村 我说咱大队呢 咱大队好像也没见 我说那你们说饿死很多 听说山里边有 你看 他也没见 确实是经常你会遇见 很多人说 但是确实 我我我因为我比较不出于感受 但是我就知道 我去南洋另外一个地方 我就问他 你们家也是大人同学 你们家死 他比我还大 高中六六七好 他就完全 差不多他们村有四年 大只的话没力 那确实是 就是这个事是真的 因为我还没有见到真的 确实说 这个村儿恶死到人了 我还没调查到 但是显然我调查到的有 不要 税有死 所以 但是这个事呢 很多人推测 说是制度 你看我实际上 我自己研究了一下 我觉得 死亡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最主要原因 你可以发现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 你可以说 别人现在说 这么蒸凉蒸多的 你算数就知道没蒸多少 他 蒸凉是事先定的 他 事先定的 不是说你报多少 他他就给你蒸多少 你催我这样生产了十万斤 你说你还要九万斤吗 他不是这样交的 他是计划让你交两万斤 尽管你催我又十万斤的 你还得交两万斤 你都剩下八万斤几 虚的你也是你的 他不存在乎是 你报一个多少 他就 事先证多少 所以当时呢 这个蒸凉数 你会发现 不是 另外现在说 蒸凉数多不多 确实是多了 但你记好 你假如算一算 头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实际数 你会发现 他与农民很多 吃商品粮人数 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比例 是接近的 要按人均口粮来讲 这个时期多增的数 并不多 可六年以后又减少 就是 又又又又不多增 是吧 增粮比例啊 就是产粮和增粮率 就是合成 另外很多人写的东西 说嘛 当时返销粮很多 返销粮都是糊了 哎呀妈 蒸了再返销都不懂 其实共产党的体制 他都不对这个粮食都不懂 但是为什么 蒸了很多还返销呢 他返销给谁 返销给农民 他不是 除了救灾才返销 所以返销 他说到非农业 非城市部分 比方说墓区 墓区本来是靠市场买的 是 渔民 林业工人 有些养猪地方 他光养猪他不重要 就是他主要 他经济作物地区 甚至都不属于城市 所以他从 蒸粮地区 蒸完粮了以后 就供应这些人 这些人本来是按市场经济 是不用算的 在计划经济就算成返销了 他说不是共产党 没事找事 扎了他 你看 返销率高得很 返销率 在蒸粮的百分之四十几 三十几 四十几 把他瞎倒腿一样 他不是 因为计划经济就必须 他不光是挪眼的 他也是 这些人口 这个人口 做的不是 一部分共产党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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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这样做的 所以这些人 好像也写的东西 都写的 一整死也 当人妈 我觉得都可能 说什么论文都得了 都报到这 但是他基本上 基本都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真正的 你比方说是这样 你比如说这样 大跃进 搭益其实跟它没关系,工业给这个农村没关系 虚报是虚报 你看那这实际征凉书 另外一个,自然灾害 有人说没有,那是完全古典瓦道 这可以记载非常多 那些书都是,还有人说 气象专家什么事 我看看气象专家 都是胡说瓦道,气象专家去了 登了十二个水文站 都是汗漏很老齿 说那几年风调雨顺 这好多人都这样说 你会发现非常人 网上也查风调雨顺 五八年是不是风调雨顺 五八年说有个说吧 五八年是叫做风产不丰收 是吧,有这说法吗 五八年风产不丰收 都可能会造成粮食减损 但是它不可能是致命性的 最后饿死人的原因 能减损多少 你说就能备那毛病 那种习性 它会硬烂到地里的 而且那些红水 它没扒干好呢 很多人红水的话 再去没收进到 到五九年再去 六六都有吃啊 它没有太特别严 它不是个致命的东西 就是说它都是因素 比较粮食减产 确实五八年 五九年六年六年六一年 尤其六年六一年 甚至六二年的 林均粮食 就是林均粮食产量全国 和四九年比四九年略高 就是已经很低了 确实在灾害造成非常严重的东西 我说那个人写的那一年 十二个人的那东西 首先一点 当时有三千多个水分量 你选一达二十个 你就要做科研 你不信我挑的 我网上挑的灾害非常严重 你挑一百二十个人 不是做研究的 三千六百个 你挑了一千二 你说你做了个研究报告 那一百二 第二 水文站不搞气象 水文站有几个地表水静人状态 你怎么不到气象站去 气象部门一大堆啊 每个省每个县都有气象站 你问气象站去 另外平均值不一样 上半年下了一大堆 下半年不下 照样是灾害 他用全国联平均值算 这都是不是搞研究的 也就是都不特意 没做目的 其实不得 他没做目的 是吧 这东西时报 这个关键 你看我看记载 我到信仰也是 七八九三个月 低于微笑 然后 这是信仰 那个 就是还是 反对 那个张树芬 就是因为 他因为这事 差点要抓起来 就要这样 谁给他抓起来 就是他 他不反复 抓起来 他也说 他就是 说这个事 这个说 百日无语 我看这个 博县 就是个大安静 引号大安静 什么 七历记 都是批判大安静 博县的 就是安徽博县的 也说 每月 就是上旬 中旬 下去 连续记录 下语 极少 这样一样 基本可以说无语 七八九 这个农村 家国地中国地就是 是吧 三天一小汗 五天一大 一大汗 是吧 就捏薄汗 什么 那个时候就是 就必须下雨了 那样是 年薪那么年不下雨 我一看那个下雨 我下过家 我知道 那就基本绝收了 就不可能有秋莲 基本上都不会有收场 你想 那是确实 确实是有灾害 就是说 从河南南洋到 信阳到安徽 直到山东南部 应该这一条线是个很延续的一步展断 包括周口 河南周口 全会改变了 严重灾害 而且最后死亡人数 这一块 安徽北部 河南南部 和山东西南部 这个方向就是死亡 可以多的 它确实存在这里 但是即使如此 也不该发生死亡 我觉得最主要的 当时农村实行了 我吃了大食堂 大食堂的本质 是生活资料集体化 就是生产资料归集体 生活资料不能归集体 共产主义也没说这样 最主要是违背了1958年 北戴河会议的 关于人民共识条例的内容 人民共识条例还是 还是集体经理 还没说全民进 连生活资料都集体化了 你不是什么 比共产主义还厉害了 它实际上是破坏了体制 它违背了这种 最初的体制设计 它本质是这样 你想 假如是1959年的秋粮 别管打多少 一个农民分100斤 分到家里边 绝对饿不死人 我是插队执行的 住到农村库里 我会知道 100斤粮人这一家人会死不会 他想办法都死 为什么会死 是他 一集中 往上集中的容易 往下放的容易 所以他食堂几个月 一个十来天不开饭 村家里也没粮食 你说呢 确实是 其实它发生很快 很短的事 大吃荡这个地方的理想 是小制度的 它不是个制度 它是个大问题 它性质是生活资料的顾问 但是你这个人的制度 毛总中劈了毛嘴 劈劈老总 口气骚痒 这个制度是一个大制度 这个大制度是 违背了人民共产制度的一个制度 人民共产本来不是这制度 设计的不是这制度 后来纠正的也是这样 这个问题就是做过 我觉得直接就是这 当然我就不再去详细分析 这个解释很多了 为什么这个事最主要 因为我知道这个 中国是个自然灾害 很频繁的国家 长年以来经常会解决这问题 就是农村有肚灾的一堆办法 这个时候 最主要的是这 我对这 我要读这个灾害史 肚灾史 什么乱七八 一大堆东西 研究自然灾害 都是怎么回事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也必须历史的 太阳的问题 这个问题 它确实是造成的 连于这个当时的人均粮食 还是很低的 就是当时的人均粮食 当时的粮食就是吃不饱 不光中国吃不饱 将会人均粮食的全世界 比如全世界人均粮食也吃不饱 人均产粮 就是假如呢 改参了以后的八三年到八五年的平民粮食 八三年八五年的粮食算是吃饱 是吧 来算 你会算到一个结果 就是说 当时还只是很低的 是相当于百分之六十几 就是吃饱还有 吃了六成饱 还有要吃饱的话 还差得远 就是远近粮食就只有这么多 它做不到 它做不到吃饱 所以这个时候 像解放前 叫那个谁 这个 斯图雷登 是吧 斯图雷登 他写了回路上 当然解放前 就是当时的时期是 正常年份每年死 饿死三百万到七百万 正常年 灾放年 在历史记载的 当然灾放年饿死上千万的 就是在民国时期 不说我们以前 此前几千上千万的 此前都是恶嫖遍地啊 什么这些描述语 后来就开始有记载了 有些天主教的 或者是福利会啊 他开始统计 死亡上千万的 都是经常发生 所以这个事情发生 你要现在都吃饱了 都在忙着减肥的时候 去想这个事 你会觉得很奇怪 其实当时这样的事情 是不奇怪的 这样的灾荒 三年自然还有一种灾荒 在解放前 确实死三千万 到五千万是完全可能的 一点不奇怪 就完全可能会死的 但是 人民共产制度 如果这稍微一点 取消那些团 立刻就不能得死 就是那个粮食公斤这种事情 但后来大家不取消也不可以 但取消是五九年下半年 六年下半年才取消 六年下半新疆事件以后 就是免许开小票花呢 免许淘花药饭呢 免许取消大食堂呢 这样就很快就 虽然因为 自然灾害六一年是最严重的 就是五九六零六一年 五九是局部的 六一年是全面全国自然灾害 最严重的就是六五年 所以六二年自然灾害很严重 其实严格来讲 你会发现是五年自然灾害 连续五年 六三年 六二年的六三年 灾害情况也比正常年份多 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灾害局限 这是一次 确实是一次的事情 听说这个事儿 是有错误 党共产党放了一个错误 这个就是说 其实就是体制上做错了 就是在短时期里 没有按照 马列主义做 不能生活 怎样 我有话 这实际上是个五头米教那种 这是个中国传统 不是马列主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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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五头米教那套 那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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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实际上 中国现在通过 两头在外这种发展方式 两头在外这种发展方式呢 已经 已经使得 使基金指导业这一块的 实体经济这一块 变成世界最大的一块 但是问题在于中国实体 已经完全和进入全球化 就是说中国是实体经济 西方是虚拟经济 这样一块 或者中国和美国这样一对 结构已经形成了 但是虚拟经济这样一种形态 就是市场经济 或者资本主义经济 发展到这样一个形态 它最终是要崩溃的 它最终是要崩溃的 这个崩溃呢 不是马列主义论述那种崩溃 我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说 就是说西方经济学 我倒不说别的 西方人现在研究的 西方资本主义吧 严格来讲 西方的资本主义 它是从工业化以后开始 此前所谓的商业经济 都是个帝国的经济 殖民经济 财富是靠抢来的 所谓贸易的第一笔钱 是不断抢一点银子 去买 亚洲买点东西去卖回来 你说这叫商业 这叫倒手 抢到抢东西倒了一下手 这别的没关系 然后是 买点黑奴到非洲去卖了卖 在美洲做奴隶劳动 就是奴隶庄园 奴隶庄园 劳动力 劳动没有价格 它不符合市场律底的规则 它不是雇佣劳动 它是奴隶劳动 所以它不是 直到年底 西方实际上是 这200年开始 到现在有200年开始 200 所以西班经济学都说 包括吴斯 他们的辩论都说 西方会出现问题 但是每次人家西方都自己解决 自己调整和解决了这个问题 大家看到的 也都是西方每次都在调整解决 连个人家传统的西方的经济危机 都是可以解决的 是吧 它实际上都是一个波动型的 是吧 它是这个过剩型的经济危机 它都是波动型的 大家也认为一些 过剩的生产能力被损坏了 然后又均衡了又上升 它就始终不波动 所以它是能解决的 一种危机 一种情况 包括这个 实际上经济的价格 供需关系 都是可以自卡的一种形式 那么这个说法对不对 我觉得有问题 主要是 它只说了 就是假如吧 让你看见残 一个残子 你观察 啊 长成残了 越长越大长成个残 然后又吐司上一个茧 生成个茧 你说 哦 我知道残了 你真了解残了 你不了解 你得残还把这个 破了茧 出了个鹅 鹅又犯了个子 你才知道 什么是残 对不对 那么 资本主义 这个市场经济 是不是走过一个周期 没有 你们看到的是 短波度 它没有长周期的 没有观察 没有人观察到 资本主义的长周期 是什么样子 谁观察到的 中国人可以观察到的 中国人可以观察到的 黄老强 跟他天天写那个东西 我就想想想 其实他写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包括我很早也讲了 我说中国古代啊 就是市场经济 两千年代的市场经济 生产资料是可以自由交换的 土地可以买卖 这西方都没有 就生产资料可以交换 可以有共同劳动 是吧 这一个 大量的 所有的配置都是市场配置 中国古代就是这样 市场经济本身没有多大 所以要害就是 要素是 是市场配置呢 还是人为配置 那中国古代肯定是人为配置 西方古代是 是是是是庄园主配置 土地不是不能买卖的 都是贵族的 皇帝 适夺和赠欲土地 从来不准买 是一个没有货 没有不进行小额交易 他都没有这个铜钱和铜钱 他没有钱 你不要再一个大堆买两个烧币 这事没有 他没这个钱 他都是金币银币 因为他庄园内都是 三百六十个儿童带的庄园 几百人上千人的一个庄园 什么行业都有 他完全自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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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不想来逻辑上你都想不通 那么多分空怎么可能在三两个劳动力中员自己存在 只有几百人的经济体裁可能自己存在 这就是西方的封建体裁 但是中国当时不是小农就是这样的 它必须依赖一个市场 没有这个市场的小农是存在不到的 所以中国的交换就非常多 就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那么中国就是每三百年 每二三百年 二百七十年到三百年之间 总是发生一次 就是它是一个不是一个波动曲线 而是一个指数曲线 然后归零 刚好归零 总了七八次 它也是从产业资本到商业资本 最后到金融资本 最后爬台 然后经济上也是这样 那么你会发现每个 就是换句话说 如果你观察到过这个波动波动 你会观察很多次 但是你会突然发现到了金融经济后期 它有一种指数曲线的这样一个曲线 就是你列表的时候 你会找到很多指数曲线 指数曲线就是 看这平衡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最后几乎是垂直的那种曲线 但是现在的经济学中间 都是统计的问题 发现非常多的东西 你比方说 这个股票和就是虚拟的两股市 汇市 期货这样的交易 和这个实体经济 在那几百年 这一二百年来讲 它一开始呢 就是这些股票交易 期货交易和实体的实体经济 就是商品的购买 商品和服务的购买 比较起来 商品和服务的购买 一开始和这一个虚拟的这一块 基本上交织的 缠着走 有时候你高 有时候我高 后来又开始脱离了 就是本世纪 上世纪开始就开始脱离了 就是这一个股票交易 股票交易就开始 股票交易量 就开始比 市值经济大 大概大了一两倍 两三倍 一年一二半 到了七十年代已经 七十年代 开始突然上 就是这样 嘶上去了 现在多少倍 现在世界上每交易 一百美元的 发生的交易中间 真正买商品和服务的 大概一美元多一点 一美元 一块五毛钱 九十八块五都是 股票期货中间 它是指数的越来越高 这个 就是说你会 你不要说是人类的状态吧 你说西方的现在都没有主义了 本来叫凯恩斯主义 是吧 后来又叫自由经理主义 前一段是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就是 你瞧我前面让他玩得很好 玩出窟窿 玩出窟窿就找凯恩斯主义 政府就继续议起来 现在凯恩斯主义的主权 实际上就是 自由主义玩出了个零八年的事 凯恩斯又玩出个 这一一年的事 主权过了 实际上的事 那这俩主义的问题 你会发现 印钱印出来的问题 印出来的零八年问题 解决他的方案是继续印钱来解决 这又印出了一零年 一一一年 他解决一一年问题 显然还有一点还是继续印钱 就是他因为就是这个控制内容 就是说系统有两种 一种要正反规系统 也要复反规系统 复反规系统就是随着一个曲线上升的时候 随着它上升 使它下降的因素会逐渐增加 最后造促使在两个力量的均衡 使它下降 然后随着下降 促使到上空的因素会增强 最后有促使的上升 这种反规系统是什么样子 随着曲线的上升 使它上升的因素再加强 没有使它下降的因素 它越上升某个因素越粗糙地上升 最后就逆致上什么事 你想 这种金融危机 越出现金融危机 越得需要钱 因为需要钱 印出来的金融危机 就得印出更多的钱 他说肯定是个持统纪 中国古代有这样 你说这不是现代吗 中国古代这都玩过了 你像解放 这个一个王朝初期 一般历史记载 一两银子一两银子一两银子 大致是这样的 就是一步上行的地 也就一两银子 因为那时候都混乱吧 人多地 人少地 多到处的活物 这时候假如你 你说投资的话 我假如是 我买十两银子 买十五地 租给电货 打一亩打两占粮食 让我 两占粮食是二十两银子了 它股五分成 它十两我十两 这样我就是投资汇报率 百分之百 一年 很高 但是这时候你找不到电货 当然都有 后来又变成 你让人当了十两亿亩的时候 那投资回报率只有百分之十 是吧 百分之十就 要是二十两亿亩 投资回报率只有百分之百 因为这个时候 我跟你说 粮价这时候基本不太变 你可以查一查 那资料变 波动很小 地价这时候 二十两亿亩 投资回报率百分之五 在当时的农业经济的时候 基本上是不会投资的 这种投资是不干的 别说高丽娜 一般商业投资 都在百分之十几 但是 土地会往三十两 四十两 五十两 六十两 七十两 一直涨到一百两 投资回报率百分之一 但是当时土地交易非常平凡 千年填八百主 就是在记载上 经常说这块的地 每三五年都要交手 变更一次 你说他这时候买卖地干什么 啊 你简单的 现在 你算一算 你买的一套房子 现在 比方说你买了个两万块钱一平米的房子 你算算利息和租出去 你肯定租出去的钱比那存银行要差差好远好远 他为什么还要买 他是以前换 他把这个房子当 当个赌的筹码 赌账的筹码 就是他实际上是个虚拟经济 就是这样的买卖土地 实际上不是为了他的实用价值买的 是为了交换价值买的 它是为了赚钱财去买卖土地 他和现在炒卖房子是一个道理 都是进入虚拟经济 而且土地这个东西还有一个意思 丰年的时候价格高了 灾年的时候价格低 短期有波动 长期持续上涨 你说这是什么股票吗 这是最适合炒股的一个东西 所以实际上中国每次到100多两亿五的时候 趴下来又是一两亿五 它和现在这种曲线都是很像的 因此我就说 实际上 我不是无论谁 无论他们写过多少问题 包括西方经济写的多字巧 多完善 我只说一句 你没见过鹅 又够了 是吧 他说这个蚕他没见过鹅 他都倒几岁也不完了 所以只有诸国人 就是吃透了诸国的经济 你才会知道一个市场经济 它的周期性是什么样子 所以它 这个全球会发生一次大的经济崩溃 归零的经济崩溃再往前走 必然在今后一二十年会出现的一件事 因为这种 你说你怎么预期呢 你预期的很简单 我不知道 咱不是算命了 男人看了这个 我看了好几条 几次这样的曲线 我现在又看见了 我觉得它结局 一定和前面是接近的 而不是有相反的 而且从来指数曲线 除了崩溃没有别的走法 哇 那我接着问题就是 假如崩溃了是不是资本主义完蛋了 美国完蛋了 中国生活人就胜利完蛋了 假如崩溃了 中国一样完蛋 是吧 中国现在这种结构 一样也完蛋了 两点 一个是中国的现在增长是靠 是靠美国的希望的需求 你才实现生产 没这个需求 你就严重生产过程 生产能力过程 假如它崩溃了 你就 你的生产就没法 经济活动的循环又完不成 两个 发达国家的基金系数都很低 它被动员全国力量度过这个难关 中国是度过不了 就这样贫富分化 这厉害 中国最后结局是 一旦出现这样的大的 大的经济循环问题 马上又是政治动乱 甚至可能分裂 甚至可能打内战 一大堆事 就是说 你首先你政治上过不去 你社会安定组织 社会组织过不去 那么你都 你会避美国惨 是吧 你这些看出来 你看韩国的基金系数很低 它是20 28 0.28 它0.28 它度过这个经济 东南亚经济危机的时候 它其实损失了 但是韩国还是平的 你看泰国 你看马来西 马来西亚你去看一笔 肯定会社会动乱 是吧 握起歌 这些只要是经济系数很大的国家 发生这样的事 发展的国家 发生这样 基本上就是 从此再也别谈什么现代话 是吧 很容易做的 就只要是现在这种状态走下去 恰好到了西方崩的那一天 那就肯定中国 中国比它还惨 而且凡是这种境界 在古代也是 不是说农民们地主杀了农民占便宜 农民也死了很久 而且比官军打仗的官军多厉害 肯定杀了这个农民 起码你打死一个官军 估计得死十个农民军 对吧 这根本就打不过了 就那你说你还 最后人口整个生产力破坏 都是这样的局面 所以我说就是现在实际上 中国面临一个选择 就是必须出现在的 什么样的都避免 你可以看到苏联 当年那次津津危机 美国 危机以前 美国是 美国的工业产值是苏联的 八倍 完了以后 只剩二分之一 过了五年 美国下去了 苏联上去了 只是两倍 所以这样的 这样的情况 实际上你必须做一个 隔离的状态 就是说 实际上中央提的很对 就是要从两头在外 转向 内需为一种的两分之一 就是隔离这样一个 东西 这是非常重要 这已经不是一个 别的问题 就是本来它是个 可持续的问题 可持续不可持续的问题 因为两头在外 假如说市场在外 希望市场在萎缩 你的增长的空间没有了 所以你在迫戴 是吧 现在如果它崩溃了 那就不是个市场 加上整个金融体系崩溃 你可能跟着就崩了 是吧 所以中国应该隔离这个事情 隔离的方法就是 就是要以内息为主 它是内息为主 我现在简单讲一下 内息为主 就中国现在需求 距离消费占GDP的百分之三数 这个其实这是我 你可以看 就是注意到这个问题的 基本上都是我 因为我对数据特别熟 我都是零几年都 零七年零八年 我就告诉他 中国需求不行啊 占到百分之三十几啊 你看九十年代 还占到百分之五十几啊 这样什么内需不内需啊 这得提高这一块 为什么提高这一块呢 因为这个 为什么内需这么低呢 你看这劳动报酬 因为这个统计数据上 它有各种分法 GDP的生产法 支出法 收入法 你看收入法对没有 这个劳动的报酬 本来占到五十几天 占到三十几 资本收益本来占到三十几天 占到四十几天 反过来了 就是中国的资本收益 就是美国呢 是反过来的 美国是资本 资本收益 小于劳动报酬 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收益少 社会这一块 让资本收益多 这不对 换句话说 就是说 你要想提高消费比诺 就必须提高 劳动者报酬 这是普通人 收入的比诺 就跟你讲 让穷人多收入 为什么让穷人多收入呢 年龄上也都有 因为穷人的消费率高 你给他一百块钱 他还能够花一百一十块钱 不行 中国年纪上可以算出来 中国有百分之二十的农民 就是农民全部算下来 最低最高分成五等分 年纪上都有 你会发现 最低的百分之二十 每年挣一百块钱 花一块一百四十三块钱 借四十三块钱 上面的二十块钱 二十个人呢 每挣一百块钱 要花一百六十九块钱 这在五年前呢 还没这么严重 这一块 中间这一块还是挣的 而且你看看 下面这个三十 中间那一块三十 可能也很快要走到 也得借钱 我说是钱 你可以再查一查 它的总收入和总支出 总收入就是和总支出 总收入 总支出大约总收入 这是什么意思 这假如是土地 可以自由买卖的话 这就叫做破产 小农经济会发生破产 这不是说的 这是中国统计年纪上 已经写了 已经给你说 有多少小农经济体 已经破产 这个收入 包括打工的收入 寄回家的钱都算 这都 它一项一项都列的有 家庭经营多少 这个务工收入多少 也都都算的有 就这还破产 百分之四十的农民 三亿人 是借钱花的 还说 中国人为什么 中国人喜欢储蓄 我说美国人储蓄 还是储蓄率大概百分之一点几 最近达到百分之三了 我说中国才零 中国有比美国还多的人 储蓄率是负 负百分之二三十的 是吧 中国人还说 中国人不爱花钱 中国人就三亿人天天借钱花 比美国留得多 所以实际上 可是妇人的储蓄率就很低 他挣一百块钱 他存了六十多块钱 剩了花四十块钱就够 所以你假如要分配的话 你得把钱分配 你求人 这个内需就上去了 你给妇人没用 他都存起来了 他又去投资了 是吧 他去买那个 没有实用价值的房了 是吧 买了也不住的房了 除了基本道理就是 要做这件事 这必须是 假如能够做到这件事 那我就解决了 就可能 解决内需 当然实际上 我对这个东西想的很多 包括怎么解决 我也想 其实也很简单 你说解决内需 就是提高 低收入的收入 比方说提高工资 提高工资很难的 不像以前都是 国营企业 是吧 今天下个文件 财务上一算 明天这个都公布了 谁涨多少钱 谁涨多少钱 现在 某有单位就业的人 涨30% 70%都是人家 占的人 万里怎么可能 涨公司呢 而且你说 提高职业工资水平 只要农民工能忍受低档 你就不可能给出高的 给的高的也实行不了 对不对 那通高呢 那个那个陈 那个陈经理 怎么叫打死 那工人为什么打死 因为陈经理说一遍一句话 说我后边有 我有两天多培训过的农民工 我明天都给你们都开了 所以工人很清楚 这些农民工不见得比他们干的差 而且要的工资比他低 完全可能给他顶了 所以才给他打死 所以这些事是很简单一个道理 是很直接的一个威胁 他不是吓唬你 所以可以说 有这么多能够忍受低公司的农民工 你就不可能收入提高 因为本来是个所结开 结的问题就是 你看现在 我都比较素领观察 我就想了想 这个先说农民工花 农工花最后工资都提高了 我在研究研究农工花 我就猜 报纸上就勾勾了所有农工 第一次农工 2004年 2005年 然后又是2009年 2010年 尤其是2009年 2001年初2010年 干什么 我就查查为什么会有农工 我就想想这两年 这两个时段发生什么 这两个时段都发生了两件事 一次事是 2003年 2004年 国家免除农业税 该是给农村一部贴 农民补贴 直接中养补贴什么补贴 织捕农民 农民家庭经营的收入 明显提高 家庭经营的收入 在明显提高 他不愿意出去 然后这补完了 这睡一剪 这一剪完了 这又不行 然后是08年 经济危机开始 09年 1010年 国家大幅提高农番子 说过这样子 现在的物价上涨 都是国家直接闹的 什么 发行 货币多了 就是国家 就是给农民提价了 农副产品 这两年 总共提高了40%左右 提价 小麦从7毛一斤 提高了1块多 现在 到米 所有的油量 从来自全提高 他提的这么高 提到最后 这粮食都提高了 最后传达到猪肉 猪肉 它是一点一点 传达到这样的 所以很多时候 要进入高通胀的 我说不会高通胀 物价已经提得给芝加哥 气过市场的粮价一样 它没空间提了 到头了 是吧 但是这提价 它就是 这次一提价 农民收入就高了 你看贫空的 种的粮食 它就比以前卖的多了 它不就 它不就 收入高了 只要农民家庭经营 收入一提高 农民 就要求凤子高 它就 就不打 不出钱 所以这一个 实际上给一个很重要的启发 就是说实际上 就是要害实际上 回到了农村问题 就是实际上贫数 差距 基金系数 主要是农民的收入 太低 这才有这么大的基金系数 基金系数主要是农村 城乡差距造成的 基金系数 你看中国最低的时候是 85年 85年城乡收入差距是 1.7比1 就是 城市1.7 农村1 那时候差距都很小 现在是3.3比 你看当然一下就达到 当时0.25 现在是将近 将近 0.5 你看说 它就扩大 城乡是最要害的问题 但是怎么解决农村问题 实际上是最难做的问题 这个全世界难题 不是中国有三种问题 美国也有三种问题 是吧 美国的 你说中国现在走的路是什么呢 城乡一几话 就是说 给农村也有这个老保 是吧 这样一套的东西 那跟美国一样 公司加农工 是吧 美国就是标准的公司加农工 而且说积极化 规模化 规模经营 那美国典型 美国做到了 每个劳动力 跟一千多五地 管一千多五地 而且不好跟的不跟 只跟的好跟的 一千多五地 人均技术装备 二十五万 美国非农产业的 每个工人的 人均装备 是五万 农业 是工业的 非农产业的 五倍的技术装备 所以美国把 集园化和规模化 做到极致的 美国政府 每年还得给 每个农业工人 补贴一万点 没解决吗 对不对 就算解决了一点 过来 农民又啥 这个集园化程度又高了 每个人种到 两千亩地了 过几年 又不行了 还得 这个事好像解决不了一件事 就是农村的事 好像 中国 中国不可能走美 我现在说 中国走美国的路 我算是算 中国达到美国 现在的水平 中国只有 一千六百 一百六十万农民就够了 农民 我说劳动力 加上家属就是五百 五六百万人 农村五六百万 五六百万人 十三亿四千 多万人中间 十三亿四千万 都要到的城市 这农村剩五百万就够了 中国怎么有 这不可能啊 你中国的地 又不是美国的地 不是那么平整的一个 地都是这样 中国 这一个圆 是吧 这一个卡大 你让它一个杆 就给了 锅主 耕地 撒水 收获 就是一个 支援 支援 他能 好看着 他当然能中 那么多地 他当然需要很高的技术装备 中国不可能 这是 中国是个 美国是效应农业 中国是 吃肚子农业 就是得养活着一批 养人的农业 所以中国的人 就是必须种那么地 那么山山河 尔尔尔尔地 必须种地 然后得养活着这一批人 所以你不可能按效益来算 那么你怎么解决 实际上这问题 我都想通了 这个问题实际上 它是这样的 这是为什么老出农业问题 因为这个农林牧鱼这个行业 它的技术进步率 就是它的劳动生产率 提高的可能性空间太小 就是说 你一个农民 你今年一亩打一千几粮食 我生产了一千双鞋 一个工人 一丁粮食换一双 一丁小麦换一双鞋 这是正常教会 你说你把这一千几粮食 生产了一千二百几粮食 农死你 两种啊 肥料啊 水利也就平均生产 可是我要把一千双鞋 干 别说一千二百张鞋 我送两千双鞋 我稍微一倒吃 就是两千双鞋 那按理说 就是我创造财富的 我的劳动生产力 提高的可能性空间 要比你大 我的农业的技术进步率 我看科技部一个 大概改看完以来 当时算了哪一年 是1.6 工业是7.8.7 说这个电子行业都达到十几 哪一个行业达到二十几的技术进步率 就光凭技术进步就提高率这么高 就是农民牧鱼天生的 就这毛病 它是技术经济问题 不是制度问题 不是社会主义造成的 也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 这个技术经济本身就是这样一个特点 它的技术进步率就低 它不可能突然就变得好 因此只要你让农民守住 这个只守住这一块 它一定得老求 是吧 一块转移了点人 人均耕地多了点好一点 过两天它还没有人间快 它天生那种 什么走几步又不行 所以 应该的做法 应该其实有些国家 像欧洲 北欧 像尤其日本 有最好的就是中国台湾进去 它基本上是用监营的方法 来解决这事 就是让农民呢 农村人呢 或一部分与他们相关的产业 给了农民 什么给了农民 就是说 给农民一特出政策 比方说在税收上 贷款上 金融支持上 给了农民 包括农民 比方说我现在 比方说杀猪 不要上这一批 养猪户最后 做个杀猪场 让这个 或者说我 逼迫这个 村都你必须变成 合作社企业 很容易啊 你没猪了 你要我进口猪商 我们那 这个杀猪场 我别说税收了 我货元 我都是我 所以他实际上 他是可以做到这一点 就是说 他让农民 就是说给农民 一特出的产业 使农民的产业 从农业 到农产 生产资料销售业 生产资料的加工业 上下 就是上下 有这一堆东西 都归给农民 他用政策给农民 他不是强势的 你不参加也行 就是这一点 第二个 这种就是换句话说 他不是成乡一体化 而是成乡分离化 他给农民 以特出公民的代理 对不对 他专门优惠 谁住到农民 是农村谁有福了 农村户口 农村人才有这便宜 你城市人去了 大税 这样的那一大堆 只有 不行 这是一个 第二个合作化 为什么合作化 不是这个日本 他们这边 暂停社会主义 主要是这种模式 只能给合作进行 你说呢 当年的乡人 相关企业做得不错 亚人企业 很多都是 方法 很贬物 那 Russia 比武兴chen 给的人 你说我这个 都不行了 比方说 这一百户养鸭子 最后要做一个仰鸭厂 一个鸭的加工厂 对 吃到鸭薄 你说这给谁 给谁你都是 不行的 你只能给这一百户了 不可能 这对合作 否则的话 你给谁 别人给她打工 那解决不了 所以要合作进行 而且这还可以做到什么呢 就很有意思 因为看到他们这些 他也允许外城市资本和商业资本投资 他可以投这个项目 是吧 也可以投 他的分利润是2 人6资4分 合作社成员每人分6 利润中间60% 合作者成员分4资本分 给咱们当年人民公司的 人6劳4 差不多是人6资4 当然有些行业的是 人7资4资3 不同意 这样他就不仅把 通过拉长这样一个方式 我说的一些东西是大的是 他们这样做的 其实我说的因为逻辑更清晰一点 有些他不现在是按这个方式做的 但是大的是这样 然后这样再拉开一点 就是说这个 空间在 利润空间在均的一点 这样的农民 就等于给农民造起来的工程 就是说 这个奸营加 给城乡分离的政策 加上 合作化 其实是完全解决了这事 就说其实这还可以打得改开吗 其实你说我们现在 学习外国先进去的 我又不学美国 学习本了 不一样吗 是吧 这些事情实际上是可以做的 我觉得假如这样做 你想 只要撬动这一点 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也提高 农民工就不出去 工资就得提高 工资一提高 大量的出口企业没法出口 就是会 必须转移 但是这个时候 由于你大 最低层的 收入最低的人 提供了一个非常强的 一个迅速增长的 一个需求市场 就可能 才可能转回来 因为这事不是说 你口号一喊 你撬动不出一个需求来 它怎么可能转回来 可是需求后面是有收入的 你怎么给低收入的收入 想办法 你只有这样做 所以实际上 那只有社会主义 就能才能救中国 这件事又回到这件事 你不搞社会主义 这件事做不了这个事 它不光是一个 这个循环只有 怎么样低收入人收入 这是个社会主义的事 所以才可能转回来 只要转过来 中国这么强大的制造业 该出口的就出口 不该出口的主要 有人说这个中国不能现在 我中央现在来两个地球 告诉 中国现在就消耗着世界上最多的这些东西 照亮 美国还活着那么多 只是这些东西都让人家刮走 是吧 我说那个蛋糕呢 咱们这么说的蛋糕 上面这一层先让西方刮走 咱们再说这数字怎么切 那自本家切的多 老总买切的少 关键还忘了上面刮走一块 我还算了 我还算了 我还给他们算了大致的钱 怎么来的 实际上是这样一个结局 假如你真这样做了 最后崩了时候 他们出事了 你没出事 资本主义你崩溃了 你留着这一块 这就叫做 吃了糖衣 土雕泡蛋 就完全可能做到 就是说 你在西方顺利化的时候 顺利的承接到最大的一块制造业 然后 你没跟着虚拟经济帮 人家帮了 你没帮 你不是吃了糖衣 土雕泡蛋 是吧 这个不是不可能的 假如这个人 清楚一点 我觉得 这是可以做到的 也不难的 而且你还继续改革开放 你打什么旗哈都能做这个 而且邓小平本来就说 农村改革是两步 第一步是 是连城同胞 第二步是继续化 都跟着都顺着 好 我不说 都是这有 所以 我觉得 假如是后面真能做到 吃了糖衣 土雕泡蛋 那么后面也打 起平90分 改革开放这30年也起 那么共产党 120年起碼 我得不好 哈哈哈 哪哟 哪哟 UU